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茶发源于华夏 兴盛于华夏 早已经融入华夏人的骨髓 它独特的口感已经超越了它的药用价值 但是这神秘的果影 却不在日常酸 甜 苦 辣 咸的五味之中 直到唐代 茶盛陆宇 才给了它一个明确的定义 绰苦 咽干 茶也 那它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呢 入口的时候先有一点苦味 然后再咽下去之后 丰富的口感和一种甘甜的味道 从喉头升起 撞击整个口腔 带来一种奢华的感受 这便是茶味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茶都是一个味道呢 今天就请同学们跟随我一起 去请教我们的茶艺专家 英子老师 我们通常说的六大茶类 也叫做基本茶类 指的就是绿茶 白茶 红茶 黄茶 黑茶 这里可能就有朋友要问了 是不是绿茶树结出的茶叶叫绿茶 红茶树结出的茶叶叫红茶呢 当然不是 是按照产品加工的工艺不同 而进行区分的 是按照产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茶的口感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的实验 茶多酚氧化 我这里有两杯绿茶的茶水 请我们的春宴同学给我们品尝一下 你可以先试一下这一杯泡的比较久的 老师 这两杯茶怎么一杯清甜可口 而另一杯酸酸的还有点色口呀 喝到不一样是吧 其实这两杯茶在冲泡时 杯子 水温 投茶量 冲泡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哦 哦 是吗 那为什么区别会这么大呀 那你感觉这两杯茶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清甜好喝的一杯是温热的 酸色这一杯温度好像要凉一些 可是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啊 其实就是茶水里面的茶多酚类物质 随着空气接触的时间过长 发生的氧化反应 你看 这个是我们提前切好的苹果 时间长一点 它这个颜色就成了褐色 你尝一口 是不是和新鲜的苹果不一样呢 对 这个苹果褐色的地方有一点酸色 茶叶有很丰富的多分类物质 其中含量比较大的一类叫耳茶素 也叫茶丹铃 和苹果里面含有的丹铃是同一类物质 苹果切开接触空气 氧化久了就会发生氧化作用 茶叶也是同泥 茶丹铃氧化严重的话 不仅不好喝 而且还会伤胃哦 哦 原来是这样 嗯 所以啊 大部分轻发酵的茶水 一定要泡好趁温热喝 尽量不要放凉喝 放凉喝就会更酸涩 而且也会更伤胃 因为轻发酵茶含茶丹铃 是比重发酵的茶是更多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趁温热喝吗 而不是刚泡好就喝呢 为什么呀 因为刚泡好茶烫啊 哦 老师您可真幽默 所以啊 不同的茶叶呢 冲泡方法和冲泡的温度也是不一样的 喝法也是很有讲究 冲泡方法 品鉴方法对了 茶也会更好喝 现在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六打茶类的冲泡方法吧 像我们的绿茶 因为它茶叶比较焦嫩 所以我们冲泡的温度可以选择在85度到90度左右的水温来冲泡 也可以用这种直腻的玻璃杯 这样也便于观赏茶汤 这个是我们的黄茶 因为它发酵度与绿茶接近 也可以采用85度到90度左右的温度冲泡 那我们的白茶 因为它加工工艺 不炒不揉 不易出味 采用烧开的高温冲泡 如果想要口感稍微融合一点 也可以降低一点温度90度左右 冲泡出来虽然没那么出味 但会更清甜柔和 这是我们的清茶 以香膏为主 采用紫砂壶功夫茶冲泡为主 欣赏茶的香气 紫砂壶也可以更保温聚香 黑茶属于后发酵 采用熬煮或保温杯焖泡的方式 以温润养生为主 口感其次 我们的红茶属于全发酵 比较适合用我们的钙碗冲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